一口 来 尝一口 好喝吗 不好喝呀 如果喜欢这个视频 投币 点赞 收藏 好嘞,我是雷贵 又到了我们家的每日菜时间 今天要做个什么? 我老婆说了好久 说想吃火锅 但是因为我家胖胖 太闹腾了 因为我们家很久没吃过火锅 但是今天 咱们中国人看超市 所以 在超市买了 这种猪磅骨 肉还是比较多的 一公斤900日元 还算便宜吧 但是想吃咱们中国的这种 鱼儿牛 牛丸之类的这些东西 比这三块肉还贵 我那一袋 1200 这一公斤 900 差距有点大 所以 但是想吃了 没办法 今天做火锅的话 是怎么做的 不在火上 则涮着吃 直接去一锅 绘好 然后捞吃那种吃法弄吧 先焯水 焯水之后 然后上砂锅炖 看出了很多血沫 然后 洗一下 上砂锅炖 好嘞 上砂锅炖 虽然今天甜比较热 但是还是在吃肉啊 我们喝的没有这个规矩啊 甜的肉 吃的这个规矩啊 炖的 上盖 这里边我又下了点 白萝卜胡萝卜还有海带 好了 今天主角 各种各种弯子 对锅里 这都是我想了好久啊 好 上个盖 接着焖 青菜放进去 我刚才说了 我火锅不算啊 不加火 因为儿子在 所以就是一锅烩吧 类似于我们老家的 大烩菜一样 大杂烩一样 等一起来 好了 上个盖 这边准备点炸料 来点这个是蒜 直接买的蒜 来点这个黑芝麻 调好的黑芝麻啊 我就不卸了 不去二几次卸三几次卸了 自己来 我自己的里边再来点 稍微来点辣椒 自己呛的辣椒 一会拌一拌就蘸出来 好了 大功告成 准备开饭 好了 一锅 乱烩开始了 做好了 来 煮菜 吃饭 你的头发怎么又乱了 看这是我煮的一锅乱烩啊 不能有火有火了 怕那啥烫着孩子 看特意给我老婆买的 莫里蜜茶 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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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喝这个尝尝啊 来 尝一口 喝喝吗 不好喝呀 这黑芝麻没那个 黄这么 香的我感觉 小孩儿的思想完全搞不懂 显一尾这首相 日本首相要任期要到了 他们要选下一届首相 我不懂政治 所以今天不聊政治 但是咱聊聊 几个候选人里边的一个吧 可野太郎 我还是知道他的比较多一点 其他人更不知道了 所以咱其他的候选人咱就不聊了 可野太郎 有很多人说他是 那个清华派 这个清华不清华我不知道 但是我感觉 他是知华派 他比较知道中国 所以这样的人如果是 成为首相之后 我不知道好事还是坏事 因为在日本的背后还有美国 所以他们清华不清华 我个人感觉啊 意义不是很大 但是我是希望世界和平 后来听说啊 有人在晚上说 瑶瑶 我被黑太郎 的推特拉黑了 然后一帮人说 我听他这么大的一窝 竟然把我拉黑了 我就说了几个 跟他那个意见不同的 几句话而已 竟然把我拉黑了 这么多人 我当时听了也是搞笑 你真的是这么大一个棍 给网友们置气 还把网友拉黑 所以我感觉啊 嗯 黑太郎 算是比较幽默的一个人吧 具体谁能当上 你首相这个 这个不是我 你的频道老百姓 关心的事吧 我只想说啊 不管谁当上首相 我希望把消费税 调低点 消费税太够了 搞得我们都不想花钱了 好了 这期视频到这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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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汤汤拜拜 拜拜 喂 喂 喂 我的食堂 喜欢 ス剹 请不吝点赞 鱼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